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穿过倔强的模样 我又凭着黑夜里的光 会在与其长的向往 踏着生命之河不忘之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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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是哪个小子敢擅闯流云冠啊 啊 小子 出来 你可是百年来第一个未经允许便擅闯流云冠的人 你一个大男人 硬闯女道所具的道观 不太好吧 抱歉 我是为了找故人 我都说了 这儿没有叫李长歌的人 也没有叫李十四的人 小女李长歌 好 多谢司徒少侠传箭 是不是太嚣张了点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我说了 我不惹事 只是来找人的 你想拟我动手 你以为你打得过我 你可以试试 你们两个住手 道观乃清静之地 羞扰道人休息 司徒先生 你也莫要记他了 让他速速离去便是 无趣 抱歉 我太想找到那位故人了 一时心急 才 我都跟你说了 孙真人救过的女子不计其数 你还是赶快离开吧 打扰了 我这个徒儿李长歌 又叫李十四啊 我这个徒儿李长歌 去这么多门也不嫌累 不过遇到故人 倒是有好戏看了 根本不必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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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李承康 李承康 你究竟在哪儿 我们歇会儿喝杯茶吧 好 二位要喝点什么 喝茶 谢谢 好 沙的汗 都说三日内 洛阳便有一场大火 现在这汗情严重 连喝的水都不够 到时候哪里有水去灭火呀 这 这到底该怎么办哪 你担心什么 我听人讲啊 这大火啊 烧不到咱们头上 此话怎讲 刘娜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说说看 这汗灾 大火处处防害这洛阳 你等着吧 不出两日 这老天爷便会告诉咱们 这洛阳城的劫难 到底因谁而起了 你怎么办啊 阿黎 喝茶 你瞧你 又发什么愣啊 茶还没上呢 你慢慢喝着 走了 你话还没说完呢 你才说一半呢 我去买点东西啊 麦香包 来看看 她们是为了 看着她们 放手 你来泡一下 不来 阿龙 你倒是说话呀 怎么了 我去了那个受流流民的流云冠 被孙思淼救过的女子太多了 根本就是大喊狼战 我还亲自进去找了 她若在里面的话不会不出来的 是我弄错了 还没说完呢 好了 大家莫要急 一定能够找到小主公的 事才旭风说得也对 大家行事之前应该相互通知一下 免得生出麻烦 另外 秦郎君身份特殊 行事要格外小心 我看 寻找小主公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吧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走后不久 有一位郎君直接闯了进来 说要找什么人 闹了好久 最后还是司徒少侠才把他赶走的 这都什么事啊 要是我在的话 肯定把他大骂一顿 刘云惯什么地方啊 岂敢有人这么嚣张 对了 阿里 他还到了你的房间 你快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没事 我没什么打紧的东西 这旱灾 大火 处处防害这洛阳 你等着吧 不出两日 这老天爷便会告诉咱们 这洛阳城的劫难 到底因谁而起了 洛阳大火的传言没那么简单 那个人到底想把矛头指向什么人 二位殿下可知 如今流言四起 说洛阳城三日之内必遭大火 公主如此神色想必早有耳闻 可就在今日 浩都在九四之上听到一则传闻 说太子殿下未曾露面 根本就是在寻欢作乐 紫围公还整日燃烛 只怕便是火焕所在 阿杰 我不是 我没有啊 这鬼话是谁先传出来的 浩都 你听什么人说的 还不将这些谣言祸中的贼子 全都给我抓起来 谣言往往从声色之地传起 而如今连寻常的九四都在议论 只怕难度悠悠众口 那怎么办 灭烛火 选吉日 捉通天灌府 兴齐府倒天诸事 太子殿下还需侵寻难民收容处 去金带着素袍 让众人看到殿下的诚意 这些谣言不过是说 洛阳会起大火 可我总觉得 是有心人将此次的消息 跟太子联系到了一场 公主殿下 事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公主所言极是 不过请公主放心 下官一定会处理好此事 辛苦杜少叔 是好 那君子 这个女人 有這麼大事 我都不得了 看着她了 人家 那我承讨 我还是坦白鸵 我的脑子 不得了 你不会被打网 这先就来 我来 我来 只将此事如实告知杜尚书罢了 劳烦他 照应好殿下 这个逆子 等他回来我再好好收拾他 你知道杜青在信中说什么 让他去洛阳巡视灾情 他可倒好 终日躲在紫薇宫里私混 没有一点宠君的样子 不过令朕欣慰的是 杜青告诉朕 朕 燕儿一直在洛阳 替这个逆子 处理灾民的善后问题 已经俨然有了我 大唐公主的气魄 燕儿的变化 足见其成长 但成长的代价 往往是受苦难 朕的这个女儿 真是令朕 有心疼 有心细 公主殿下 欣喜百姓之苦 真是大唐之福 太子殿下 毕竟年幼 相信历经诛事后 也定为陛下 愤忧解难 陈锋不必提他说话 你也该给他一点教训 没准他还能清醒一些 那我那天 也就要清醒一句 要清醒一句 陛下 这是诗卦 与行险而顺 洛阳城 可是会很有意思的吧 再坚持一会儿 这个没有什么大关系 没有伤到筋骨 但是回去以后 一定不能够碰脏水 一定要小心 走吧 好吧 到那边包扎一下 谢谢 这几天千万不能碰到水 好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 为了以防万一 你还是出城躲一躲吧 现在杜尚书和浩都都在洛阳 万一 好了 去药房吧 谢谢啊 来 谢谢 你不是说当今陛下不会杀我吗 陛下皇恩好大 早就不计较了 可是你怕杜如惠才会违反圣灵 你不怕死 可我怕你死 你不怕死 你不怕死 muted 如今是琉淫棍最为忙碌的时候 我走不开 也不会走 我扶你吧 谢谢啊 庆alog 秘父一向不信神佛 今日为何来这道观理 不饰不信 是不迷信不执着 长安启程前一日 你寺那李淳风 给了我一个锦囊 让我到了洛阳以后 务必来此一趟 快 我关你六阳暗淡 三阴色冷 只怕撑不过一年 便会落个游进灯窟的下场 我心里清楚 我给你算了一挂 倒是个极挂 你拿着这个锦囊到洛阳再打开 初期那日去这里走一走吧 或许有一番机缘 这个神棍说话从来另有所指 既然到了洛阳 何妨来此一趟 二位不像是来找孙真人问诊的 请问有何贵干 孙真人 难道是那位孙思妙孙真人 自然 世上难道还有哪位孙真人 能为这么多人一枕不成 李师郎请义父前来 就是想请孙真人替义父面枕 那还有了小真人通传一声 兵部尚书杜如惠 想见孙真人一面 你说见就见 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 昨日还有人来闹了流云怪 现在可什么样的人都有 看清楚了 反正我也不认识这是什么 但是不管您是上书还是下书 我们流云怪的规矩 就只有先来后到 二位请到里面自决排队 诚哥 事关你的安慰 咱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 阿姨 阿姨 是 你速到外面药房 取缠退十枚 是 你一起等我一会儿 孙真人 外面有两位衣着光鲜的人 好像是什么尚书说要见您 什么尚书下子 让他们在外面排着 是 二位请在这里排队吧 谢谢 温书云你 你在看什么 一位 我一起去就来 好 小狼君可是对我这冠里的药房感兴趣 不敢 在下只是看有人鬼鬼祟祟进了药房 鬼祟 我刘云冠向来堂堂正正 既是旧民 哪里会有鬼祟之人 这位就是杜尚书吧 真人 这位小郎君进了我的刘云冠 便往我这药房去 不知我这药房可是有什么问题吗 如今洛阳遍地流明 鱼龙混杂 好多是担心不怀好意之人趁机维护 打扰道长和真人清修 多谢记卦 只是刘云冠向来清贫如水 萧小们何必惦记 只怕是郎君看错了 见 都不愿意 你真是傻的 这么久 你才能将要留下 这边的 是啊 你真是傻的 你真是傻的 你的 你真是傻的 我真的不想 我最爱找你 你真是傻的 你真是傻的 那么是傻的 你真是傻的 他任的 我为你真是傻的 只是现在 我若能想到别的法子 我也不会在这儿躲着 而且 我还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什么答案 淑玉 我想你在洛阳府衙 应该还有你要忙的事情 你先去 至于他们 我倒不怕 只是现在无暇顾忌 自然会想办法躲着 你大可放心 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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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 淳风所见 那贫道就不绕丸子了 杜尚书恐怕没几天日子了 若想多赌些时日 唯有极流永退 归隐山林一土 但贫道观尚书之心 孔尚书绝不愿放下 眼前诸实 时至今日 某事不能放 不敢放 更不愿放 某的病情 若真人也无能为力 也就罢了 也就罢了 尚书如此忧心 以贫道之力 恐最多 只能为尚书 续命三年而已 只是 这般施法 只怕尚书 将来故去之时 会苦痛难言 三年足够 又劳真人 真的值得 二位真人 在柳云观照顾贫苦 可曾想过这些贫苦 因喝而来 天地不仁 万物造化 命结而已 真人是出世之人 而这世上有千万人 为红尘裹挟 逃无可逃 只能挣扎求生 某读圣仙书 识君之路 不愿袖手 杜此一生 当今圣上有心造福盛事 某岂能让陛下 在这条路上 独自前行 三年 寇了 某愿为牛马走 陪陛下这一程 看看我等 能否开创 清平盛事 又能不能 就这一程 走 把你担心 把你担心 你担心 这么担心 也不过 他就会担心 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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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 你担心 你担心 耍小孩子脾气了 阿爷如今是天下的君王 你也不可能做一个 有手好闲的散人 从今往后 阿姐 你这是怎么了 你走丢了一次 回来变得啰哩啰嗦的 你以前最疼我了 现在 怎么都跟杜尚书他们 成一伙的了 不管你多不愿意 明日 必须给我规规矩矩的出现 回来阿姐再陪你玩 说话 多谢真人招呼 我知真人特意出来 是为了阻挡杜尚书 只是我不明白 你二人彼此相残 实属可惜啊 真人 知道我是谁 你既不愿说 我便不必多问 只是你可知道那杜尚书心中的道 是什么吗 他不怕耗尽心血 只怕不能看见大唐新寿 当今圣上有心造福盛事 某岂能让陛下在这条路上独自前行 三年寇了 某愿为牛马走 陪陛下这一程 看看我等能否开创亲平盛事 或许你二人心中的道是一样 只是数有不同罢了 真人可知我的道是什么 不敢妄言了解 只是我关你本心像智 却闻你所则之道像乱 若我不听教诲 一意孤行 又当如何 对一条河而言 无所谓来饮水的是陆章还是虎狼 况且虎狼意识到 要阻止他的是猎人 却与河流合肝 无为天道顺势而为 如同洛阳的难民一样 只要给他们一亩寸天 他们就可以自力更生 建立起新的家园 他们要的不是那些 永无止尽的杀戮 而是安安稳稳的生活 真是悟性极高 我倒是想把你留在道观了 真人 这个天道该往何处去寻 天生万物 人为其一 你连本心都找到了 哪里说找不到天道啊 原来如此 你还能够走 现在可以和我说说 你找到的本心是什么了吗 我本以为 我可以夺回我失去的一切 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我要对抗的是什么 我不甘心 可我更不想等 我想在有生之年 得见盛世大堂 我要亲手击杀这乱世 并狠狠给他还上一刀 你可知你在说些什么吗 不为本心 是了 倒是我的失策 你又怎会是个安稳度日 了却残生的人呢 夫人 盛西那边已经做好安排了 洛阳的防护 线下都由杜如慧负责 是 但是为了明日白马四七福 杜如慧已将他部分人手调离子卫宫 一向东郊 我们的人 随时看着他们的动向 还有一个人 也给我看着点 那位灭了萧梁的 李靖 师父 来 邓门 呦 监睁 老师 我还是见门 看着 你 这位家人 最好 红 了 这位家人 你经不领情 这真是 哪儿来的阴风啊 夫人 夫人 夫人怎么来了 夫君在外辛劳 贵客来家中 夫君都无暇顾忌 还在这里与人博弈 好不快活 为妻心疼夫君 过来看看 我 我不辛苦 我不辛苦 我 我辛苦 我 我太辛苦了 我这就对夫人回去 请 夫人 夫人啊 家里那位贵客 不会又是那位吧 杜公又来家中了 他让你替他 接管兵部 我已经替您打发了 有夫人这样的贤内助 竟真是三生有幸啊 明白 明白 我这就回去洗手分箱 好好跪着 锻炼膝盖 你们知道吗 太子施德 洛阳即将遭遇大火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就是 那还能有假 你想想 咱们现在的苦日子 拜谁所赐 就是 就是 若不是太子施德 就是 咱们能变成现在这样吗 是不是 现如今 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要惩罚太子了 有啊 太好了 太好了 真是好啊 真好 好 真好 别误了饭点 否则多贵一个时辰 好嘞 死我 没什么 杂谱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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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你是什么人 好小子 居然敢撒我面粉 我警告你啊 好好交代 不然你今天真的死在这儿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跟踪我 还让我交代 我能交代什么 交代让你传播留言的人在哪 你知道是谁传播的留言 你又是何人 老实交代 他人在哪 这是个死事 这不是他安排的 等等 他是谁 两位还真是赶着三餐来三顾茅庐 可惜我夫君还是不在家 另一个人 怎么划那人 我还得给你们 他谁 你不在那儿 你放上这儿 你拿些了 那 NRK 我 你哪有 他又错过了婉山 还留我应付那两个没意思的 好啊 阿宁 你去多准备两块错一把 是 我穿了 keys 是 没事 可是 你是 你 一会 c ところ 是什么奇怪之处 他就是灌肠的贪玩 实在没看出什么奇怪之处 你能不能设法把我带入紫围宫 殿下 祭福总是要试一试的 不然明日祺福典仪 若有什么不合意的 可来不及调啊 什么都不合意 最不合意的便是你 古明明说过了 杜尚书那个老顽固 此刻不在 你为何就不肯带姑去听胡岳 逛方氏 既然不肯带姑去 说什么徐方阁的妙处 白白惹得姑欣扬 都是小人的不是 但只要殿下今夜伤安 小人之后定想办法 带殿下溜出去 行了 你先下去吧 是 你先下去吧 你先下去吧 不要紧张 你记住 我就是陪你起伏 不测算的修道池 只要我们正顶一点 便不会漏下 动作快点 把李承贤绑出来 那儿 您是这儿 我们好好去看 那么多了 你去看 现在就能够 你来 定然与他无关 那你的固有究竟是谁 你为何会觉得 传播太子不利消息的事 是他所为 他与太子相识吗 我陪你在此喝茶 是见你也是一名君子 他人私事还望兄台莫要多问 我的固有 他绝不可能做出 伤害大唐之事 若你还要追究 那我便不奉陪了 好好好 我不再追究就是了 那阁下 可知道紫薇宫吗 紫薇宫 你的固有 如果与太子相识的话 那你就很有可能在那儿 找到你的固有 救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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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comm 怎么回事 公主 这 紫薇宫起火了 太子呢 太子现在如何 这 属下不知 进宫救人 走 快 是 你跟着我看吗 去救人 那地方你是不能去的 多一个人 得能多做一点事 你是要去找你的故影吧 找人 但也救人 好 我且信你 但你必须要跟着我 不然休怪我手下无情 走 抄小路 太子人哪 太子殿下可救出来了 公主 太子殿下 应该还在里面 我们的人已经找了 可是 还没找到他 站住 公主 公主不可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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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없고 Assass哥 找到阿娣了吗 没有 但是我看到一个稻草人 穿着太子肌肤 什么 他明日要去参加祁福典仪 不可能不再秦殿啊 不知道 但是这看起来 像一场 蓄谋已久的行动 颠言 我刚刚被人看到了 此地不移酒了 我先回去 有事你随时到流盈馆找我 好 注意安全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成了永远夜空里的街 总有那么一个瞬间 燃尽我心间的荒野 总有那么一分牵念 在你我之间凝结了一切 在彼此时间 在不同时间 我在云远思念成见 就那叠叠叠参念 别成了永远夜空里的街 不满 不满 我都不满 在哪里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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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的街